来到全日总结的环节 三边嘉宾有高科分析员Jason Jason 你好 较大市方面 恒生指数这刻是18,153点 升幅2.5% 成交方面已突破800亿 有826亿多 提及期指是低水40点 18,113点 成交量有93,000张 相比招了的升幅 明显来看收窄了很多 好像连20天线都站不住 现在是18,200点的楼下 但是成交量方面 今日的升市都配合了 有800多亿 我想问一下 会金入市方面 影响好像只有一点 痰花一现 基本上大家都要明白 始终内地银行业的业务 能不能够赚钱呢 都还是很取决于 究竟他们的信贷增长 能不能够维持一个高水平 又或者是说 他们之前借出去的贷款方面 究竟未来能不能够真的 可以全数收回 还是会出现一个比较高的不良贷款 当然你说国内经济 去到今年第四季 还是有机会转弱的 或者还是有机会有些企业 或者可能有些房地产的公司 未来都会面对一个所谓财困的问题的时候 对于整个内银股来说 都会有一个压力在 汇金增持就并不能够改变 这些叫基本因素转弱的因素在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今天这类的银行股的急升 带动大市的上升 都是一个叫短期的信心的支持 但是当市场上都开始看清楚整个基本面 原来都不是这么理想的情况下 未来的大市 我自己都觉得 有机会再试一试之前的低位 当然你说见到 这几天的大市夹上去 都夹了二千多点的关系 究竟未来短期之内 会不会仍有机会 大概18,100至18,400 这些位置增持一段短时间 机会是有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今天的高位 就是大概18,456 这些高位不能够出现突破的话 就代表着可能是 今天之内 都已经是见到一个 短期的反弹的顶部 当这些位置穿不到上去的话 未来的后市走势 我自己都仍是觉得 你有机会试一下 初步看就是17,500点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都再进一步失手的话 我相信要再次分17,000点的机会 都仍是高 后市来说 Jason也是保持看淡的 我们看到恒生指数 收市是升430点 18,141点 城间外方面 836亿多 一起看看 一众主要蓝筹股的收市表现 汇丰控股 62.7升接近2% 中移动 美市升2.4 中国银行升接近8% 2.6.5 工行方面升接近7% 4.31 建行5.1.1升接近6% 而至于港交售 117.4升接近7% 新鸿基地产 96.4毫半 升接近1% 长十方面 91.1毫半 升1.5上来 而中仁香港 17.6毫四 升接近半成 中仁壽 升超过半成 19.6 而至于中海油 13.7毫二 升接近4% 中石化跌接近1% 7.09 中国铝叶 3.7毫半 升超过半成 而中国海外 升接近2% 12.4毫六 腾讯方面 170.1升了1.5 要看看一日 主要是内银股方面 今早四大贵有银行 升风非常之厉害 后径不计 其中三大 1288 農行收市都很好 2.9毫九 升接近13% 而至于另外三间 就好像做得比较差 Jason 我看到刚刚原因方面 也和大家解释过 匯金的增持 纯粹是短期 对市场信心方面的支持 但实际上 能否改变得到 整个内银板块 本身的业务放缓 甚至不良资产上升 这些负面因素 我相信 机会不是太大 而且今次增持的规模 都只得2亿 绝对不能够 帮到这些内银股 出现一个长期的升势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一阵的上升 纯粹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当然 你看看内银股本身的估值方面 就是PE或PB方面 都算是比较低的水平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今时今日这个环境 国内方面的银行业 面对的挑战 我会觉得 都是大过当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 始终之前 借了这么多钱出街 现在地方政府 还欠这些银行 超过10万亿的时候 究竟未来能不能够 可以全数收得回 都仍然是我的最大忧虑 所以这类的 内地银行股方面 如果之前低位捞了的话 都不妨是趁这一阵的反弹 可以先走一些货 是 今日看到除了内银股之外 匯控都升得挺漂亮的 升到差不多 超过300% 今早最高见过是63.8% 但美市方面 都不太撑得住 62.7%来收市 只不过是升1.8%左右 汇控方面又怎样提 Jason 汇控方面也不太看好 虽然上星期方面 英国央行实行第二轮QE 继续拿2700多亿的英银出来 去买债券 短期之内 对于英国方面的金融业 会有一个憧憬在 但如果英国或整个欧洲的经济 到下年仍然一决不振 我相信对于汇控方面的业务来说 都会有一个压力在 另外汇控本身在一些 新兴市场方面的业务 近期也不断传出可能是 削减的规模 甚至乎都将部分地区的 一些零售的银行业 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业务 都拆出去 继续要出售资产的 代表着汇控方面仍然都面临的 削减成本的压力 在一个又要减成本 但在增长动力 又是放缓的双重压力下 我相信汇控的股价 都只是会有反弹 但不会这么快转势 看到今天这些股份 都有一个升幅 但有些股份跌得都比较多 例如偏号951的超威动力 今天做2个8号3 跌成接近一成 而至于819方面 天能动力做3个2 都要跌至近一成 这些股份有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可能没看过这类电池股份 但最近国内方面 都有些新的政策推行了 将节能车的补贴的门槛 进一步收紧了 在未收紧之前 国内过千款的节能车 可以获得3000元的补贴 但当门槛收紧之后 现在能够获得补贴的车款 只剩下几十款 意味着本身之前 想着买一些节能车 想着有补贴的话 现在大部分的车款 都不再是补贴范围之内 这方面对于相关的电池 即是电动车的电池生产商 都会有压力在这里 所以都见到今天 除了汽车股之外 这类的电池股方面 都做得比较差一点 短期来说 由于基本因素都转变了的关系 所以这类股份 大家都不应该这么快撩底砖 另外就是看看 388港交数 都升得很好 今天升接近7% 117.4 最高见过120.9 大家都有些憧憬 好像股市的气氛回来 又衷敬会不会增加入市的信心 Jason 没错 我见到这几天整体来说 大市的成交都有一个好转 就好像今天说 全日来说都有800多亿的成交 比起昨天来说 都算多了很多 但问题是 今天这个成交的急增 都很明显见到市 由高位跌下来的时候 成交正在增加 当然你说未来的大市反弹完畢 再次踏入一个新一轮的跌浪的时候 会不会到时候的成交 亦都会有机会进一步缩减 这方面对于港交所来说 亦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所以我自己觉得 港交所升到现在接近$120 这些位置 都差不多可能 短期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如果你说之前没有货 这些位置就不再建议追了 另外今天的焦点也是 石油社会股方面 都要逆市跌 内定方面要收5-10%的资源税 节目时间差不多 请问Jason 说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准时9点3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